在一中时轻轻决光 飘于远方梦楼上 10月2号 我们的歌第二期节目播出 这是四组歌手的第一轮音乐切磋 古老的东方有一群人 他们全都是龙的传人 在这一期节目中 四组歌手分别取了一个名字 陈慧贤 孟慧元叫会声会色 周传雄 怒虎叫快乐传虎机 杨坤 马家琪叫老马和小杨 肖敬腾 张琪叫热气腾腾 第一组灯台演唱的是会声会色 带来了一首陈慧贤最惊艳的歌曲 千千雀歌 更为让观众们情感上过瘾的 则是《千千雀歌》演唱完毕之后 节目组竟然找到了陈慧贤 当年演唱会结束之后 告别观众的母带内容 当年陈慧贤在自己事业的最高峰的时候 选择继续大学深造 用学识充实自己 这一幕一晃已经三十几年 当年的情景让很多中老年观众看了 当然会泪目 第二组灯台演唱的 是快乐传舞机 带来的是周传雄最经典的代表作之一 黄昏 黄昏这首歌曲是几代听众的爱情记忆 尤其是黄昏 分手等等异象 简直是可以唱到大量观众心间里面去的 周传雄十个多年之后 再次演唱黄昏 有今年的旋律在其中 但也有人是沧桑之后的另外一种味道 黄昏演唱完毕之后 节目组则找来了周传雄告别舞台演唱会的录像带内容 这份模大的效果和陈慧贤当年的演唱会告白内容 竟然是异曲同工之鸟了 陈慧贤和周传雄两位实力派的加谋 让我们的歌有了真正的质量保障 第三组登场的是热气腾腾 带来的是肖静腾的作品《好想对你说》 两个男人唱得很神奇 不过前面两组歌手唱的都是最经典的曲目 热气腾腾唱的却是一首比较冷门的歌曲 自然比不了 最后一组登场的是老马和小羊 带来的是维里安的《轰炸》 跟前面三首抒情歌曲不一样的是 这是一首相对比较热闹的歌曲 又是最后一个出场 占了大便宜 四组歌手演唱结束之后 票数也随之出炉 会声会色拿到129票 位列第一名 老马和小羊拿到125票 排在第二名 羊族歌手进入第二轮音乐切磋 我爱你到底有多深 月亮它可以带掉我的心 没有人能告诉你 只是他们还不够单纯 你问我爱你到底有多深 月亮它和一起握着身 我爱你到底有多深 我爱你到底有多深 只需的温暖或发起 不是一个门能够说明 好女人 没有人在怀疑 这边冷的心 谁人会知间 有情绪变难忘 当情况想振恪 但是我的爱 不变得 我爱好女人 全憑你送着 这实意的心 尋尚是放任 仍然面对困惑 全没法选择 是谁我的心 而快乐传虎鸡演唱的黄昏 只拿到了119票 排在最后一名 显而易见 四组歌手的出场顺序和票数 都是节目组提前设计好的 如果以现场效果来看 黄昏未见的不能进入下一轮 可那又怎么样呢 陈慧显示节目组请来的大姐大 肯定要重点关照 而马家琪又是流量歌手 需要用他来留住观众 当然要让这两组歌手 进入下一轮比拼 可怜的周传雄和陆虎 明明是四组歌手中 最具创作才华的两个 却没有资本捧他们 看来他们两个肯定会最先淘汰 这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陆虎参加的综艺节目比较少 这几年周传雄付出之后 参加了不少综艺节目 然而一直没有翻红 尤其是之前参加天字的声音之后 作为前辈歌手的周传雄 只能像选手一样站在台上接受点评 而坐在评审席上的 却是孟美琪那样没有任何代表作的歌手 花语乐坛怎么能不摔落呢 可以看到虽然有不少综艺节目愿意邀请周传雄参加 但也只是让他上去露露脸而已 不会让他享受到很高的待遇 天字的声音是这样 我们的歌也是这样 只是比起天字的声音 我们的歌多少给了周传雄一丝体面 周传雄拥有一大堆经典的歌曲 本来有翻红的可能 但他就缺一样东西 没有资本捧他 可惜这一代情歌叫富了